今天事情画面拍下一辆小货车开在路上 但怎么越开越歪 驾驶没发现吗 结果下一秒 小货车一路往左偏 直接冲撞民宅 蹦了好大一声 车头扭曲变形 几乎全会 玻璃也碎裂满地 警方和救护人员到场 事情发生在高雄凤山 凌晨三点多 这名小货车驾驶越开越偏 冲撞民宅 驾驶疑似工作太晚 精神不济 没有注意到路况才出车祸 还好人没有大碍 车祸意外还有着 两辆汽车在马路中间发生碰撞 远景货报道场 前方车辆驾驶不断说明刚才状况 但后车驾驶却都不下车 不管警方怎么叫 男子就是没反应 坐在车上脚疑似还踩着油门 警方只好破窗 警方破窗将驾驶拉下车 压制在地 事情发生在高雄前京区 二十七号下午四点多 发生汽车追撞车祸 后车驾驶却还在车上都没有反应 原来驾驶长期有滴血糖症状 当天忘记吃药就开车上路 结果开到一半 因为滴血糖发作 才会突然无意识追撞前方车辆 还好人都没有大碍 只是真的让其他用户人吓坏了 记得金线中沉安山高雄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